過去南京城北有一個金村門 明朝時燕王朱棣宮佔南京時 就是從金村門入城的 清末1907年動工修齡省鐵路時 在金村門發生了一件歧視 此事記錄於清拜擂鈔中 據書中所在 當年修鐵路的工人 在金村門外掘扣渠至七尺深的時候 突然發現一塊長六尺、寬四尺的石碑 大家都將上面的魚泥清除 洗乾淨的時候發現那個石碑 其實是上下對稱的兩塊石頭 圍觀的眾人驚訝地看到 裡面的石碑上刻有遞書文字 此路變成鐵、大清江山滅 很快兩江總督端方都知道了這件事 他命令人將石碑抬到 設在南京的兩江總督府 秘而不宣 據說這塊石碑後來被秘密集碎 棄進了金村河 雖然石碑被毀掉 也未能改變天意 石碑上面 刻下的語言 卻在民間悄悄地流傳開 果然真是 1909年 鐵路建成通車後沒多久 辛亥革命就在1911年爆發 大清皇朝從此退出了歷史的舞台 石碑上的語言真是應驗了 這一件歧視 至今也都為老南京的人 津津樂道 由此可見 人類歷史的進程 是早就安排好的 根本就不是人力可以阻攔到的 很多歷史巨變發生之前 上天就用各種方式 被人類以預視 這塊石碑出現的就是這樣了 如秦朝滅亡的時候 天降隕石 上面寫著 此王死而地昏 元朝滅亡的時候 在黃河掘出獨眼石人 背上刻著石人一隻眼 挑動黃河天下板 其實這樣的語視徵兆 不僅古代有 今天也同樣存在 2002年6月 在貴州平塘縣 掌報風景區裡面 大家發現一塊藏字旗石 這一塊旗石上 有一項天然形成的6個大字 中國共產黨亡 字體如浮雕 大小相當 分布均勻 經專家考察鑑定 這塊白噸巨石 距離現在2億7千萬年 約500年前 松斗崖墜落崩裂 6個大字就出現在崩裂的巨石斷面上 乃天然形成 堪稱奇觀 民間稱之為藏字石 這塊旗石被發現之後 雖然官方報導 一律子取前五個字 但是最後的亡字卻顯然異見 中共政黨 欠下了累累血債 共產黨從執政開始就對中國人 以及中國文化大舉迫害 六四屠城 迫害西藏新疆人 而且迫害信仰 對佛教 道教進行各種瓦解 打擊地下教會 拆除十字架 迫害法輪大法修煉者 並且活摘人體器官販賣 可以說天勞人怨 上天就要清算中共政權了 中共政黨有9000萬黨員 數億共青團員和小先隊員 而加入中共黨團隊組織 都要舉起右手對它宣誓 說是隨時準備為它犧牲一切 這些黨團隊員 都是共產黨的一部分 所有中共政權的組成者 都將跟著賭媒 甚至所有認可中共政權的人 都將付出慘痛代價 希望所有人都能夠認清中共 所有曾經加入過中共黨團隊組織的人 都能夠去推黨網站聲明退出 它的一切組織 準備迎接沒有共產黨的新中國